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浩 那我們這邊就是來玩咒術迴戰第二彈 冥冥喔 六星的冥冥 那我們一樣就來玩 那我們打的關卡是天魔衣喔 剛好這次冥冥的記憶體是可以去打天衣的 他的記憶體是三反超反重 反傳送反板塊 恩 三反 以現在合作角來說三反是有點 我是覺得有點少 感覺拿個四反 四反其實蠻正常的 蠻常看到的 然後 五屬性耐性恩跟火屬性耐性恩 兩個耐性 這種提供很坦很坦的坦度 坦度的部分 要在那種獨立血量關卡 會有奇效 就看米希願不願意給他做一個獨立血量 然後整體來說這個記憶體的話 恩... 有點微妙阿 我只能這樣講 蠻微妙的 他鳥獸風是綁在聚能後 所以就是說要聚能才會有這個鳥的殺手M OK 好 我們去下一版喔 那我們打天魔衣的時候呢 就是如果你是剛玩不久的 然後你想來試看看天衣的話 因為天衣現在有角其實難度還好的 反正打天衣的時候 盡量就是先把硬茫茫殺掉 因為硬茫茫的話呢會影響到 他會丟岩磁彈 然後如果你有帶免金劍他會卡住你的路徑 因為基本上現在打天魔衣 是蠻建議說要帶個免金劍的 免金劍算是很優先的角色 他能提供你解一場阿 然後buff阿 還能幫你掃雷 相當好用的一個輔助 在天衣 好 我們這邊嘗試卡進去看看吧 喔沒有 這邊是免金劍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友情 觸碰貫通彈 好 剛剛有很大部分是免金在墮的 我們不用卡的 好 直接卡 OKOK 傷害的話就是超平衡 然後超反重 可惜沒有拿超反傳喔 我覺得拿三反已經算蠻少的 沒有給到超反傳 有點可惜阿 米希在壓阿 好 其實這個鳥殺手放巨能 巨能錢我也覺得沒啥問題 這麼偏門的殺手 好 OK 整理來說打得小心一點 好 這邊掌 阿 這邊打盾牌了 不然很想看那個射鳥的威力阿 我們這邊用拷貝的 拷貝下去射吧 加速 喔 喔 其實傷害是不錯的 這個觸碰管通彈 還OK 好 我們這邊先拿哈比謝爾去架一下弓喔 哈比謝爾是六代水風的角色 那他是 烏克天魔衣 可以用巴雲去打 好 這邊加攻後呢 友情就會更痛 好 然後一樣注意回血 好 OK 就小心打就好 明明這次真的蠻微妙 不得不說 有點去年奧利維的感覺 我是覺得蠻像奧利維的啦 給我的感覺 不過這次其實蠻適合出雙人組的阿 我覺得 這次射骨是變 蠻適合出雙人組的吧 好 這邊的話我們 因為位置還不... 因為哈比謝爾的加攻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錯阿 所以我決定蓋掉好了 我決定蓋掉 好 加加看喔 好 OK 好 明明這邊中毒了 那我們要小心一點 OKOK 喔 那個 剛好射到那個殭屍 就死掉了 好 我們要把那個殺掉 那個英邦邦 好 射... 射... 好 明明這邊加攻後 我們去敲他喔 GO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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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OK 2.25倍嘛 剛撞5個 好 這邊的話 一樣我們看一下友情 這邊讓冥英劍去戳 然後... 射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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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加了冥英劍的傷害後挺OK的 好 我們這邊開SS喔 這邊我們直接開SS 他的SS呢 是一個戈盒喔 自強化加戈盒 倍率在右邊 那這個戈盒呢 嗯... 這個倍率呢 我只能說... 嗯... 有點微妙啊 我只能說很微妙啊 那他的戈盒有隱藏機制喔 他的隱藏機制呢 是血量... 射擊前的血量越低呢 各個%數就會越高 那最高就是9.9% 也是我們的32.9% 這是他的極限 就是你可能非常非常非常殘血的時候 你就才...你就能打出這個32.9%喔 嗯... 嗯... 好吧 呵呵... 真的是有點微妙喔 好 然後... 這邊直接... 打 好 看能不能把鳥處理掉 OK... Nice OKOKOK... 好... 神風 砰... 那這個神風呢 是... 閉嘴一號位 但是呢 只要在路徑上的敵人啊 他都能受到這個戈盒傷害喔 所以你可以稍微去控制一下 好... 這邊的話我們讓... 明明秀喔 好... 友情... 友情是痛的啊 好... 這邊的話我們看能不能卡進去 好... 那是... 恩... 傷害... 欸... 目前來說真的就是天魔翼的妥協翼啊 就你可能... 因為咒術... 玩的 回坑的 入坑的 想挑戰天魔的 明明是可以去做使用 但是就是說齁 用的時候要... 恩... 用的時候就真的... 傷害表現我真的覺得就普通啦 整體來說明明我覺得這次呢就是... 有愛再抽 欸... 有愛再抽我自己覺得 除非你是那種... 可能... 出日向的玩家 喔... 你看我們這個地雷用這個火耐M 直接開擋 擋個大的 欸... 所以就...被炸到就沒那麼通 不然我剛剛那個其實是... 應該要死喔 這個火耐M的強勢之處 欸...整體來說明明我覺得這次是蠻微妙的啊 基本上... 除非你是那種... 出日向或是你像 可能... 就是不放過每個機會的那種玩家 就是要拚未來辛苦或深度 你可以考慮出手明明明 那一般人我個人覺得... 明明我是覺得還好啦 就是沒有一定要你入手 欸... 這個就看你這次呢 喜不喜歡明明這個角色 你再覺得你要不要醜 大概是這樣啦 就要...也要看... 米西會不會之後做那種... 獨立血量關卡吧 我這是我目前唯一想到他能... 做出一個... 做出他... 能發揮專場的那種... 關卡機制 欸... 整體來說他的機體被壓 他的SS說實話也... 那個割合其實也有感覺被壓的感覺 因為他... 其實我們拿... 亞斯娜阿法 還有日版的索隆比 其實他們那種射擊前... 射擊前醒上越低那個%最高 其實像... 亞斯娜阿法跟索隆他們最高也有到60% 那明明就是一個32.9% 所以就會覺得... 有點奇怪啊 欸... 以上是我使用明明的感想啦 那希望這部片呢可以幫助各位喔 謝謝大家 掰掰